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羅皮圖人對上印度斯坦的一個對決 那大家眼尖的觀眾已經看出來了 我們這位達羅皮圖人的玩家 正是我們的世界冠軍Viper Viper的達羅皮圖人我也看了幾場 前面這場蠻慘的 可能是這些日子太久沒有打世界帝國了 所以有點生疏 稍微有點失誤 但他這一把就有打輸他原本的水準回來了 好 再來看一下達羅皮圖人的特性 升級到以下個世代守護的200木材 再來是軍營科技費用減50% 然後毛兵與相公的攻擊速度提升25% 就代表說你打戰矛、垃圾兵 然後你counter對面的毒兵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相公血量又多攻擊速度又快 還蠻不錯的一個能力 但是相公的部分比較算是少人會出的一個選項 但是Viper常常都可以用這種比較少人出的冰種 作為一個主力輸出的 這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也是Viper厲害的地方 好 再來 再說一下這個烏之鋼 那他的烏之鋼的克性非常的猛 是步兵與騎兵的攻擊可以無視護甲 就是你的寶兵啊 邊劍兵 這個邊劍兵是會蓄力攻擊的 就跟伯庚帝的寶兵一樣 都是會蓄力然後給他一拳然後直接打死的那種 就是一拳超馬 然後這個是達羅皮圖人就是一拳超人的概念 你就是很容易就一拳把人家打到殘血的 一個單位的兵種 好 那他這個科技呢 搭配這個邊劍兵非常的厲害 無視護甲 你遇到什麼條盾啊 或者是斯拉夫的貴族鐵騎 這種近戰防禦單位非常硬的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烏之鋼 去破甲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吧 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一點 烏之鋼這個騎兵啊 有個特點就是 因為現在印度系列的文明 像達羅皮圖他們會有個戰項 就是工程戰項 那這個工程戰項算是騎兵單位 所以這個烏之鋼如果是研發好的話 這個戰項也可以無視護甲 而且還可以吃到進攻跟馬凱的防禦力喔 這個戰項 然後又可以吃到這個烏之鋼的能力 所以這個戰項破防拆防止的速度是超級快的喔 所以這個待會看 麥婆會不會使出大象烏之鋼的一個使用方法 好來看一下對手的位置 對手是在一點頭方向 一點頭方向的話 他的基因非常的慘 是在外面 只要基因都是滷肉在外面的話 通常都會打兇一點 盡量把戰場開在對手家裡 這邊是算一個小圍 稍微防守一下 然後可能是要打一個主力 騷擾 然後升時代的一個走向科技喔 印度斯坦算是繼承以前的印度啦 所以他的能力大部分跟以前的印度是差不多的 除了他的寶兵有辯子以外 還有這個 其實火槍跟大幹道都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比較特別 帝王時代可以建造商隊旅館 目前聽說這個商隊旅館是蓋下去之後可以回復 馬車的回血什麼的 我不太確定 如果有了解這個能力的觀眾們可以留言給我 這個目前聽起來是打團戰 然後如果後期長戰貿易區被騷擾 貿易車隊全部殘血 然後可以蓋一個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也是倒梯圖說 我也不太確定到底是什麼能力 好 再來就是他的 駱駝單位攻擊速加25% 這個超級快的一個攻擊速度 然後再來就是火藥單位 進遠方多加1 還算不錯了 打火槍的話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也不是首選 雖然他有這個火槍兵射程加2 但是火槍最夠命的還是命中的問題 雖然有射程還不錯 但沒辦法命中的話問題就有點大了 好 再來看一下 MIPER的位置 MIPER是在6點鐘方向 金也很慘 這個可能比對手還好慘 這個是在正前方 然後果樹也很慘 都是在外圍的部分 要圍的話也是不好圍 然後這樣子圍 但是以MIPER的一個打法來說的話 他是不會圍家的 他是一個充滿自信的一個玩家 常常會利用不圍 然後引誘對手 然後進來 然後再用中捉憋的那種感覺 所以算是一個反應非常好的一個選手 來看一下這邊WP2 VIPER已經上了封建時代 對手稍微慢了一點 看一下分數跟升級 對手已經升級一級跟田跟一級伐木 就升好了 那VIPER這邊也已經升好了 升級科技速度也是比他快一點 因為這個 唉唷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個手速超快 馬上蓋好 好 差點被殺掉真的沒有關係 趕快拉走去送田 那他的一個特點的玩法就是 因為他沒有圍牆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資源量就會很多 因為你不去圍牆牆的話 就可以省下很多村民去蓋 牆牆的時間跟資源 那資源就可以拿來種田 那你的升級時代就會比對手還要好 但相對來說 你的防守要做得夠 嚴密一點 那你慘 這樣子打 可是像一般玩家 牆不夠快的話還是要圍一下 不然真的是 不圍的話 被殺到臭命 反正很傷喔 像這樣子 VIPER就被殺了兩村了 問號 呵呵呵 哇VIPER是不是 太久沒有回來玩斯蒂娜了 這個補合難得可以看到VIPER在前期被殺到這麼多村的 這個蠻有 蠻有 蠻有 蠻失常的吧 以VIPER的實力的話 絕對死個一兩村就算是個大事了 他這一把就算死了兩村 三村喔 大概三村左右 哇他這邊村民非常嚴重落後 但是也是因為對手還沒上城堡時代 但VIPER這邊已經選擇一個跳成的打法 VIPER應該也算是一個再高分段跳成 然後不為家的一個選手了吧 他敢這樣子打也算是奇蹟的一種 呵呵呵 如果你要打跳成的話 還不為家真的是在自殺 但是VIPER就有這種自信 啊覺得我不為家也沒關係 反正我城還是上得去這種感覺 很像對手已經覺得很奇怪 欸 為什麼VIPER沒出什麼兵 然後卻一直不怕我騷擾 他這時候你在想應該是要上城堡了吧 對 VIPER他厲害的地方也是 又會打他村民出來打架 呵呵 把一個村民當作 萬用工具人的概念 可以打架 可以採集人 可以造 造建築物 什麼都可以 那這邊肉馬兩隻 看能不能殺到一隻村民喔 但是其實 對手也是蠻害怕的 因為長槍兵一直在出 雖然這邊 戰毛打長NB速度很快 但由於他的馬也不是完全蠻險 那村民如果一起威風的話 馬的血掉的速度還是蠻快的 喔這邊直接上城堡 然後蓋下來提起 哇這個村民被抓到 哇又要再死一村 喔這個 哇才剛算他要死一村馬 這樣就這個手術 看到沒有 呵呵 這個就是VIPER的 獨門絕技 遇到兩隻肉馬 包抄了石頭 居然還可以馬上把自己圍起來 MAGIC 這邊想要再來一次圖圍這個村民 唉呦這個圍還是很快 但是這邊有戰毛過來 來投這個村民 很危險 唉呦再圍起來 哇那邊挑戲肉馬 哇還戳到了 哈哈哈哈 我的天 VIPER真的是很秀啊 真的是秀翻對手了 然後來看一下VIPER 這麼急的上城堡是要幹嘛 我也不太確定他上城的目的是什麼 喔這邊選擇是開3TC欸 哇這邊TC開這麼快 然後這邊 二級伐木跟二級田都已經研發好了 然後一級挖礦裡我研發好了 現在在研發採實際速 哇VIPER真的是一個 農...農...欸什麼時候 農夫型玩家呢 他對經濟的執著度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世界帝國的玩家 應該也要讀這種層面的部分 就是你不要一直想要 去打一波 你應該要先把這種 經濟層面的一些 觀念啊跟配置跟想法 去做練的手練一點 去練一些套路會比較好 基本攻打好 你練的套路自然也會練得比較好 好練一點 其實比較多 算一千多分左右的玩家們 就是可能 最標準19P肉馬或者是 肉馬轉射箭場的流程 可能做得不太順暢 然後鐵炎灑的速度會偏慢一點 就會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這邊MIPER的話 看他的教學也可以學到滿多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不太建議 看MIPER的一篇去學 配置跟經濟 因為 他的學 你就算學了他的打法 也很難 跟他一樣 沒辦法 完全好保護傷 就升級了 你們剛剛也看到 他這個升級完全沒有尾 不過你可以像他沒尾 然後也不會一直被殺村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嘗試一下MIPER的玩法 但始終99%的人都沒有辦法像MIPER一樣 就是不為還可以這麼慵懶自得 然後還可以順利的上 死帶的 好 那來看一下MIPER這邊 一直沒有打算要除兵 只點了一級遠攻 想要提升一下這個 TC的射程 跟坦的射程 那這邊單純只想出 抽死車來做一下防守而已 那因為現在已經被這個奴兵 稍微控住了一下 目前MIPER是算斷金的一個狀況 那看要不要過來挖後面這塊金 你們有看到呢 其實他是有看到的 MIPER這場打的真的算是 超級防守型 他說明已經領先了對手12村了 哇 這個農的速度超級快 好這邊投死車過來 MIPER已經看到了 趕快進箭塔裡 但是這邊對手也覺得怪怪的 這個箭塔射得有點痛 是個高地塔 高地射滴地的單位 都是我額外傷害 這邊弩兵應該是要送掉了 OK 好這果樹直接果端不吃 欸不是吧 還剛剛講完要回去吃嗎 哇 MIPER真的是物盡其用 好但是投死車又過來了 然後投死車又回去 看到箭塔有點難受 變成這邊我要打一個這邊 再挖伐木的一個村民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 是開出雙TC 還沒有開出3TC 因為經濟算是蠻差的 因為蓋了BK的關係喔 對 前期的經濟並不是那麼好 而且他這邊 投車也一直在出 沒有在停的意思 看來是鐵的星耀風 MIPER的這塊主金喔 他這邊看來是要硬拆塔 但是這邊MIPER的一個投死車 一個頭直差一點 唉唷 這不見台一點 那個殘形的頭車 哇MIPER很多細節都有做 但是對手印度斯坦已經 爆出了3隻肉嘛 但投死車還在外面 喔完蛋把投死車擠了出去 唉呀 這個應該是要送掉了 哇趕快修了趕快修了 然後我們進TC 做防守 看可不可以在 死掉之前再投一發 哇沒辦法 那這個投死車算是有點小有失誤喔 是不是反正想要把這邊圍起來 然後讓投死了在這個裡面 然後洛馬就要繞一大圈 但是MIPER看到對手這邊已經 抱了蠻多的單位 可能想要開始做防守了 但是他覺得塔蓋在這裡不太恰當 投車很容易就過來 然後來投這個 蓋城堡的村民 選擇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蓋下的城堡 那這邊城堡的話 算是保守自己主經紀的地區喔 農田跟拔木區 農田跟拔木區 大概這個地方有缺點就是 正面的話你的TC還是會被打掉 那這邊但是 NIPER最扯的就是 他即使現在非常劣勢的狀況下 他的村民還是遙遙領先 而且幾乎沒有被殺錯的情況 這邊TC又再補了一個 哇完全一隻兵都不出 只打算出寶兵 哇這個 邊劍兵要出來了 來看一下 他一開始的能力是 8加13 這個13就是他的蓄力攻擊 他的第一下是 8加13的傷害 看看他邊一下 哇一邊邊死一隻 好痛 好那邊一下第一下之後 他就會進入11 這個白條就開始跑 那只要這個白條 跑結束之後 CD好又可以再加一個 13攻擊力的一個攻擊 好再邊一下 直接邊死 哇這個邊 這個邊劍兵讓我想到 閃電五連鞭是正常的 讓我一直想到那個 那個老師閃電的五連鞭 有點懷念了 好那這邊 Riper稍微出一些鞭子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出了 黃金應該在後面開始挖 大金這塊金也是想要搶回來 想要在這邊蓋城堡 好做一個 搶回主經的一個動作 在這邊奴炮被抓包 閃 喔唷這投石車 砸到兩村 投石車過來 想砸 但是沒砸到 而且這個投石車是要送掉了 完蛋 後面只有一隻鞭子兵在打 趕快修 好在送掉之前 趕快投 哇這個viper的預判 失誤了 這邊奴兵過來 有點緊張了點 原來這個不趕快跑的話 這邊的村民會死了 很大量 但是這邊村民 來靠了一下 名牌死 唉唷這麼差點被射箭 被踢射掉了 哇 bip這邊絕大的劣勢 城堡也蓋不起來 賭金拿不回來 雖然現在附近在運營 但黃金位數量還是依然非常不夠 反而現在是有點爆了木桶狀況 木桶已經來到了1000點 那對手的村民術 那對手的村民術 也來到了81川 現在差距12川 以差距明顯的拉近 這邊對手的一個前線壓制 對viper來說還是有點壓力在的 並不是完全無感 這邊viper已經點下了 近戰步兵二防了 再看一下viper要用寶兵打到什麼程度 其實玩達洛P2的人 起手就玩寶兵的人真的很少 你看到對面出弓兵的時候 居然還會想出步兵來防守的人 應該算是少之又少 而且也不太優勢 因為很容易就會被對手封針 射一發往後射一發往後 然後就把你的步兵全部換掉 那viper這邊的想法始終是讓人家 不太了解他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很難摸著他的戰術取向 導致玩家們遇上viper的時候 有一些選擇上可能會出現一些失誤 看來這邊viper已經挖出了石頭 這邊是要一直爆寶兵了 挖石頭人數也是蠻多的 大概有八人左右 藍素還在繼續補 這邊爆出了大量的田 本來是要做 撒寶兵打到底了 那印度斯坦這邊 可能要不要上帝王時代 喔有 那對手已經按下帝王時代 趕快點出火槍兵 加二射程的 這樣就比較好秀這個寶兵 邊劍兵 OK這裡本來想要蓋一個寶 這個對手 沒辦法 兵量 沒辦法壓力這個邊劍兵 哇 本來想要在這邊拆高低寶 如果這邊村民出來 只能發呆 寶壓不下去 哇太慘了 你們看 這個寶在這裡 敲不下去啊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步兵很容易被風箏 但是只要被邊劍兵邊倒一下 基本上這個奴兵就殘血了 哇這個虛力攻擊很差 一次倒三隻 哇CD好 又可以再繼續邊 傷害也算是蠻高的 對手絕對不要前置城堡了 先把這些大金手住 然後轉出更多的奴兵來做防守 哇直接下兩個寶 看來是被MIPER的邊劍兵給嚇到了 這邊想要蓋房子 擋 但這邊擋得住嗎 那稍微說明一下喔 邊劍兵的這個 蓄力攻擊 是對建築物不會有效果的 所以他這邊 攻擊力就是一直8加13 在敲這個防守 超級快 傷害很高的 但是這邊對手 馬上要再把這個 再補了起來 好的 這邊MIPER已經看到 對方轉出更大量的射箭場 然後這邊 印度斯坦轉出馬攻 而不是 想要選擇一個火箱的走向 他感覺奴兵 走太慢了 還是會被針對 OK 這邊要把他打進去 那對手補了一個市集 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進不去了 然後那MIPER 這邊點下了帝王實彈 那差別 兩邊大概差距有點多 大概差了85%的時間 做升級 MIPER已經壓下了第三座城堡 算是一個守護金礦的一個塔 那這個塔下得還不錯 那我覺得他如果要再下的話 這邊 可能算是拍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可以挖金礦 那這邊馬攻出來了 MIPER的寶兵 是不是只能被封箭了呢 好這邊手速很快喔 直接走進來 那這邊順利收掉了MIPER的寶兵 兵劍兵 那這邊剩下19隻的馬攻 還是很多喔 哇這邊直接抓掉挖金放村民 哇 殺的速度非常快 哇在這邊 MIPER居然轉出了很多大象啊 看一下這個四攻二防的一個大象的能力 銀罐居然帶出欸 沒想到他居然點了銀罐 MIPER點銀罐的能力是大象每分鐘待會回復20滴喔 換一個自己回復血量的一個工程車 大象還在出 但寶兵 量可能有點少 看要不要爆一堆的寶兵出來打 還是要轉戰嗎 來打這個馬攻呢 看對手似乎 沒有想法 遇到邊見兵 還是想要堅決出馬攻 然後來這邊 騷擾一下 想要 讓 對手 MIPER這邊 有一個疑惑的一個想法 MIPER這邊很堅決的就是 要打寶兵 他沒有想要追上他 他就只想要出寶兵 然後讓他1A 有A到就算賺了 好 像這樣A上去 我鑽到幾下就鑽幾下 很加你的城堡快要掉光啦 哇 這個攻擊速度很快喔 這個大象拆 城堡速好快 哇 對手打得下了GG 哇 這邊馬攻也被燒到剩11隻啦 難怪要打出GG 哇 這個 這個為什麼他的大象有16隻這麼多啊 明明大象也是吃肉的喔 哇 但是MIPER這邊挺有76片田 真的是經濟BOSS的玩家耶 一眼不合就BOSS對手 這就是MIPER的真實力喔 來看一下 資源跟 統計資料的部分 MIPER升級都領先 那村民術也是稍稍領先 11村而已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